辉瑞和BioNTech宣布在今年年底前将生产25亿剂量的疫苗 而且直目前为止,大约有9500万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超过5200万人接种了两剂 此外,根据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针对近4000名医护人员、急救人员和其他必要工作者的试验结果显示 辉瑞和Moderna两款疫苗接种第二剂两周后 降低感染风险有效性高达90%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